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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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由我为大家讲解 环形双手时的安装仪使用 首先我们打开环形底座的支撑 打开的时候要按住这个示范按钮 那合上去也同样 需要按住它 打开它 那我们放置的时候 要让这个支撑朝镜头的一个反向 接下来我们安装这个控制手柄 因为我是比较习惯于用右手来控制 所以我把它安装在右边 那安装的同时呢 要注意这个线位孔 对准这个线位柱 对准之后呢 按照这个箭头的方向 进行锁紧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安装双跟胶手柄 如果你习惯用右手控制的话 你也可以让这两个手柄进行一个调换 但是我是比较习惯用左手来跟胶 所以我会把它放在左边 安装同时也是要注意 就是线位柱的线位孔 一定要对齐 接下来我们安装环形手持的上半部分 那安装之前呢 我们要注意这个logo 要跟那个支撑角 是同一个方向 那安装时 先将一边轻微的拧上 另外一边也是 好 等卡住之后 然后我们将同时锁紧它 接下来安装稳定器 再安装无线接收盒 我们打开旋钮 那安装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拉头滑槽里边呢 有一个线位柱 那RS2机身上面呢 也有个线位槽 那我们安装的时候 一定要对准它 确保线位柱滑入到那个线位槽里边 再锁紧 安装的时候 尽量避免暴力安装 接下来安装电源 那安装前先松开旋钮 插入电源 并锁紧它 我们依次解开轴向锁 打开机器电源 还有控制手柄电源 还有根胶手柄电源 接下来是控制手柄和无线接收盒的配对 3G开关键 进入无线设置页面 按M进行确认下一层级 到EZ模式 确认 进入到搜索 搜索的同时 双击接收盒 当搜索为1的时候 按M键进行确认配对 配对成功 退出到EZ模式 这个时候可以按开关机键 退出到主菜单 这个时候就已经连接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讲解一下 控制手柄的按键和功能 在控制手柄的正面 有拇指控制键 它可以控制摄像机的上下左右的方向 在最左侧是帮机键 它等同于Rs2机身上的帮机键 当长按它的时候 是一个进入到一个锁头模式 当它双击的时候 是一个回中的一个功能 3G 是一个自拍模式 双击回正 在手柄中间的是模式切换键 它等同于Rs2机身上的M键 通过单击可以切换 Rs2机身上预设的三种模式 在手柄的右侧 是录像键 在使用它前 确保Rs2机身 与相机有快门线连接 在另一侧的最上方 是一个Type-C接口 它仅用于手柄的固件更新 在Type-C的下方 是一个开关机键 单击可以开取电源 双击 让设备进入休眠模式 再双击可以唤醒它 三机进入菜单 通过拇指控制键 可以进行上下的菜单浏览 长按可以关机 下方的是跟胶轮 它可以通过侧面的模式切换键 对应到大疆跟胶电机 以及铁头原力系列跟胶电机 在手柄的最下方 是一个18650规格的电池参 装上电池后 手柄可以拖机使用 在黄的上下部分 我们设计了四个外接接口 它同时可以满足电源的输入和输出 我们目前有三款模块 可以适配到这个外接接口上面 第一款 是我们的一个供电输出模块 它有一个3%的一个定位孔 它有一个1%的 同时还有前后各一个冷却接口 在侧面有一个5V的USB输出 和一个44.8V的D-type输出 接下来我们安装这个电源输出模块 安装前我们需要先将U型管卡 先安装到碳纤维管上 安装时我们要注意U型管卡上面的纤维柱 要对准碳纤维管上的纤维孔 然后再将输出模块 安装上去 那安装时也要注意 这里有三个纤维柱 要对准这三个纤维柱 让我们锁紧它 那锁的同时呢 最好是让螺丝进行一个对角的顺序 去锁紧它 接下来安装监看设备 接下来我们安装另外一个模块 是一个V口供电模块 安装上它之后呢 可以实现整个系统的不间断供电 那在安装之前呢 我们需要先将这个U型管卡键 先安装上去 把纤维槽和纤维柱对准 那安装这个模块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这三个纤维柱 要对准这三个纤维柱 然后锁紧螺丝 最好是以对角的方式 依次锁紧它 我们安装电池 第三个是安装监电模块 如果您使用的是安装电池 您只需要按照刚才V口电池的安装方式 替换它就可以了 环形手持的安装仪使用 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